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講的話題就是說 我們前幾段直播有講到說 就是 手竿 野石掉手竿嘛 我們今天專門講的就是 野石掉手竿的部分的誘耳 要用哪一些誘耳才是正確 野石掉手竿其實各位 最常用的誘耳就是什麼 牙肉顆粒嘛 如果你真的很懶你說 老師啊我非常懶 我不想要弄太麻煩 很簡單的 你就是去釣具行買一包50塊的顆粒 給它灑下去就搞定了 可是 各位不要去買那種散裝的顆粒 那種散裝的顆粒有時候是 可能是什麼 兔子飼料 什麼 鳥飼料 鴨子飼料 雞飼料 各位啊那個人絕對能餵兔子 餵雞 餵鴨 餵鴨 可是拿來誘 魚效果不好 因為它那一種例子 它也是生的鳥飼料 都一條一條都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就是 它裡面 它的魚骨粉的成份 比較多 它拼起來 比較 我們講的 多一條肉就是 一般俗稱的 那種叫做 菜鳥肉 你知道嗎 菜鳥肉 就是說 它的植物性的蛋白 比較高 你生魚飼料的時候 食物性蛋白比較高 並不代表生魚飼料 但是 它生了之後 它的魚飼料 生了魚種比較不一樣 例如說 生了一些比較吃素食的 那你如果說 要生了一些比較吃的 那種 譬如說 肥瘦 這種東西 就是糊塑魚 糊塑魚 它生了的時候 它可能 它不夠釣魚很快便會 當然你生的過程 當然你也不可以 想釣魚 就是說這個 這個生粉的部分 是要剛好就好了 齁 是這樣 那 你如果 不要去買散磚的顆粒 買那個 一般釣魚行 50塊的顆粒 你一次可以買個 3包150 或者是買個 2包100塊 都夠你用了 也釣的話 不用灑很多 那 可是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你要先 灑下去的時候 你拿一盆水 在旁邊也灑一把 在水裡面 你要去觀察說 這個顆粒到水裡面 多久才會融化掉 假設說顆粒20分鐘 20分鐘會融化掉的話 也就是 意思就是說 你灑下去 等20分鐘融化掉了 這個顆粒融化掉的時候 它 胃型跑出來之後 胃道跑出來之後 它才會釀魚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20分鐘 算在時間裡面 那假設說 今天這個魚 你如果一次灑個 100公克下去 20分鐘以後融化 還有100公克 那你要去判斷說 你裡面的小魚多不多 如果說這個小魚 30分鐘就可以把你的 100公克消化完之後 你可能就是 要去計算說 你灑下去的量 假設說 100公克 100公克 只能撐 20分鐘 20分 那我們不可能每20分鐘 灑一次嘛 因為在灑顆粒的過程中 在釀魚的過程中 這個 噶噶噶噶噶的聲音 會把魚 驚走 嚇走 所以你要去算說 我打算 一個小時 丟一次釀魚 或者是一個半小時 丟一次幼兒 那你就可以算數是說 你 融化 假設說 我要一個小時丟一次幼兒 那我要丟下去20分鐘 它才會融化 那我到底要丟多少呢 很簡單 一個小時等於是60分鐘 等於說它20分鐘 可以消化100克的幼兒 60分鐘 可以消化300克的幼兒 就等於說 你每隔 一小時 就要 一個 丟個 大概300克的幼兒 確保你的標點裡面有幼兒 可是不會過多 你也不能說 老闆 那 一個小時丟300克的幼兒 我乾脆一次丟5個小時的量 1500克 我 一個小時 我一個小時丟300克 那乘以 5個小時 一個小時丟300克 535 丟 1500克下去 各位千萬不要這麼做 你可以抓2個小時 2個小時 你不要抓5個小時 因為5個小時 你丟下去 你的頭位量太大了 你丟下去 丟了那麼多的狀況之下 魚如果進去你的標點 他可能會吃你那一坨幼兒 那麼大一坨 1500克 他不會去吃你勾的 額 各位知道了沒有 你要 現在要設定頭位量多大 什麼時候頭位 就是說 你今天 要確保你的標點裡面是有幼兒的 可是又不能過多 那你要把那個小魚的消耗量 他會把你幼兒吃掉的量算進去 不然你的 丟 丟進去20分鐘就被他吃光了 你的這個標點裡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你怎麼幼兒 坑坑 都沒了 沒什麼魚仔 對不對 但是你一邊 如果想太多 他聊太多 他不會去 他吃到你鉤子上面的 鵝的概率是不是很低 所以一切的幼兒就是說 你丟下去 丟多少 多長時間要丟一次 然後丟進去的之後 多久會被魚消耗掉 各位知道了沒有 這個是像顆粒啊 有的人喜歡撒顆粒 那像我自己我都喜歡 把顆粒泡水融化掉 團成一團 然後加黏粉 跟加一些什麼魚粉啊 或者是香精 把它搞硬一點 搞成一團 像 我喜歡如果也 也釣的話 我喜歡 團成團的話 我喜歡丟大概是 比 大概鴨蛋那麼大 比雞蛋大顆 比 鴨蛋小顆 我都大概一次丟個三四顆 我不會丟很多 或者是直接 用 我們的手乾 這個 黏在巴士環 用釣的 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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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選 所以 你頭位量 跟這個 幼兒的軟硬度 像我喜歡團成團 就是說 我可以弄硬一點 用黏一點 我可以 確保說 他在水裡面融化時間 慢慢融化可以比較久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是 如果你真的是 修行野釣的話 栗子是不錯的一種幼兒 當然你可以配合各種添加劑 或者是配合各種什麼 你可以加一些什麼 秋刀魚粉 變輕一點 你也可以加 淡奶香精 變香一點 每一個地方釣魚 他與喜歡的幼兒都不一樣 可以慢慢的去嘗試 那如果說用玉米的話 今天說 喔老闆 我那個顆粒丟到去他媽的 那個 喜叉 兩指無鉤魚 大搖 兩指福壽魚 大搖 兩指無倉魚 大搖 一指白條 一指摳折到大搖 那我不想用顆粒 我可以別的 可以用玉米 玉米我們比較支持 就是說 去菜市場買人家那個 銷好的玉米 或者是說 買玉米回來自己銷 加玉米罐頭 這是一個不錯的幼兒 不過 這一種幼兒下去 齁 是對於 鯉魚 草魚 取妖魚 跟那個 大概是這三種魚 我覺得 效果比較好 其他的你說 他不找小魚 因為他沒有物化 你要幼福壽魚 玉米沒什麼用 幼那個 烏溜 我會建議 直接用金寶樓比較快 或者是 你要用玉米也是可以 齁 要看你這個 池塘裡面 你大概覺得 他裡面有什麼魚 齁 你就用怎麼樣的幼兒 去幼他 不要說千萬不要說 我拿玉米 我就是要釣草魚 啊如果裡面沒有草魚 你不就從今天釣到 明天釣到後天 齁 怎麼釣都釣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 幼兒的部分 我真的會 覺得說 先去搞清楚說 你要垂掉的這個 池塘裡面有什麼魚 再去針對 配合 齁 適當的幼兒 去幼他 齁 還有正確的頭餵量 正確的頭餵頻率 齁 正確的頭餵方法 各位知道了沒有 這是非常重要的 齁 齁 那這個是手竿的部分 齁 齁 顆粒齁 或是團成團的顆粒齁 齁 你可以顆粒泡水之後嘛 齁 加一些黏粉 你就可以變一坨了 齁 一碗了 或是直接用玉米齁 齁 這個都是野釣齁齁 手竿在幼兒 我覺得比較有效果的地方 齁 齁 各位 啊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就好了 啊 再麻煩各位分享我的直播 在個人 你個人免出的首頁 隱私生命案公開 並且打卡高強大致調劇 這樣就可以了 齁 大致先生在這裡跟 有分享我直播的朋友們 先說 謝謝齁 感恩 感恩 齁 因為有你的分享 齁 有你的分享 我們釣具行才可以繼續的經營下去 可以繼續的經營下去 我們每天都可以開直播 讓各位 來講 這一些 非常實用的小知識 齁 那如果說 你如果還是很不懂的話 齁 呃 歡迎各位來 我直接來釣 來我的釣具行 齁 營業時間之內 齁 我們可以一對一的對你做出詳細的解說 齁 是這樣子 然後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 目前店面是沒有營業的 可是我們仍然可以用LINE 預約時間 齁 如果你是需要購物的話 可以預約購物齁 我的LINE的ID是 0980217692 搜尋LINEID 我的LINE的ID 是 請搜尋 0980217692 齁 各位 記得分享 齁 謝謝各位 感恩 掰掰